台北市环南市场爆发群聚感染之后 紧急休市三天 不过有议员指出 原先市府预定要让环南休市七天 最后环南自治会跟副市长黄珊珊协调之后改成三天 议员质疑是否因为摊伤请托而放宽标准 另外今天上午仁爱医院快筛队再度进驻环南市场 要替跟环南市场有关的摊伤 还有附近李明做筛检 先帮来做筛检的民众分流 一边是弹商相关 另一边是附近居民 排队的人不少 因为环南市场二号再度爆发群聚感染 仁爱医院快筛队再度进驻环南市场 连附近做工程的人员也过来筛检 家里人都会担心啊 所以有症状吗 没有就是来筛检看看 虽然没有症状 但还是透过筛检能更安心 环南市场这波一共休市三天 五号晚间恢复营业 原先传出是规划环南市场 要休市七天 但经过市府和谈商协调 改为三天 议员拿出通讯软体的截图 内容关于环南市场自治会会长说 会跟黄副市长争取环南休市三天 全面消毒 还说有跟副市长反应 他会处理 谈商爆料原来是 自治会这边提出来的要求 但是呢 政府还是必须要 好好的谨守把防疫做好 在五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在指挥中心中进行讨论 并做出决议 也将相关停业三天的公告上网 北市府澄清 这都是指挥中心给的指引 但环南市场原先从零星个案 累积到现在多人确诊 传出的摊商疫调讲得不清楚 甚至故意隐藏吗 要说盖牌吗 也不算盖牌啊 其实有的摊商 那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就是 变成这一摊重 隔壁的都没有狂烈 反正大家照说谁 大家会去抉择说 到底是补助好 还是说我继续营业好 陷入两难的一个抉择 就担心摊商会为了生计 让疫调更困难 北市府先提出环南市场 停试三天的补偿办法 不过相关细节还在演绎 经济和防疫都要兼顾 也让北市府伤透脑筋 记者副长萧瑞生台北参访报道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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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